500斤大胖子被关进死刑监狱 他却一把拽过狱警 手插了对方裤裆膜去 对方痛苦难挨却感恩戴德 这一幕让人看了确实有点懵 保罗是死球区的点狱长 负责监督死刑执行 1935年的某天 监狱里转来新犯人 车厢被压得很低 仿佛里面装了一头大象 当一双54码大脚接触地面 所有人为之震惊 体型庞大 简直忍入巨兽 1米85见朔狱警 勉强倒塌胸口 人们想着这家伙若是暴走 绝对先翻整座监狱 他叫咖啡 对 就是喝的那个 表情憨厚 眼神单纯 脸上时常不满汗水 眼里浸着泪水 全无杀气 每个问题都憨糊回答 没有一点杀人犯的样子 他对于欲求的唯一问题是 晚上睡觉会不会关灯 他很怕黑 保罗听后一愣 更是对咖啡充满疑惑 说完主动向保罗伸出手 咖啡传递过来的却都是善意 这不禁让保罗好奇 这大块头究竟犯了什么事 要被处于死刑 立即查看卷宗 原来一户农家两个女儿失踪 找到时满身是血的 躺在咖啡怀里 显然两个女孩走一死透 此时的咖啡却撇着大嘴嚎叫 人证物证俱在 人们也就当场断定 咖啡就是性侵谋杀的变态 就这样咖啡将在一周后执行死刑 当时的处决方式是通过电击 犯人会在临死前剃掉部分头发 再通过气势海绵连接电击帽 电流迅速贯穿脑部 极大的减少犯人的痛苦 保罗为了减轻死求恐惧 将过道刷上绿色 这条生与死的过道被人们称为绿驴 其实保罗自身也被疾病困扰20年之久 他有严重的前列腺炎 每次撒尿时都痛入刀绞 结果满头大汗 某天夜里保罗又被疼醒 奔去厕所途中实在坚持不住 只能跪在原地解决 完事后疼到再也起不来 今天来的死囚犯就为连 近几年到处惹事 近期因抢劫杀害三个人 其中一位还是孕妇 监狱长讲述完他的罪行 神情悲悯控制不住落泪 倒不是他有多不爱世人 因为最近老婆查出胸部肿瘤晚期 医院已拒收 监狱长见过太多生死 不曾想自己也要承受失去 隔天威廉押送到疫区 表情呆滞 行动迟缓 看似人处无害 可咖啡却嗅到了危险 提醒保罗小心点 果然 刚进监狱 威廉就开始搞事 两名预警被他接连打倒 保罗赶紧上前帮忙 却为他一脚踢中下体 这下差点要了他的命 平时嚣张的官二代 被吓得处在原地 不敢上前 好在另一名同事 及时赶到 才解决了危机 此时保罗已经痛到虚脱 面对咖啡一遍遍呼唤 不得不勉强起身上前 没成想 咖啡突然出手 一手拽过保罗 猴子偷逃 走廊上灯光不断变亮 最后爆炸 几秒后 咖啡慢慢松手 忍不住咳嗽 保罗被这一幕景象震惊 身上痛感全部消失 再去厕所 寻唱无比 一泻千里 接下来几天 最让人不省心的 就是官二代 整天在同事面前臭险呗 犯人面前要无羊威 这天 监狱里闯一只小老鼠 明目张胆的到处晃荡 保罗等人追进杂务室 却没有发现他的样子 隔天 小老鼠又出来溜达 可能是监狱生活太枯燥 大家谁也没排斥他 只有官二代突然出风 将整个监狱翻个底涂天 为的就是 治老鼠与死地 保罗对此很不满 死球精神本就处在崩溃边缘 经不起任何骚乱和刺激 否则很可能自残或伤害他人 平时提倡对犯人细语 而不是惊呼咆哮 但官二代却认为 死球和老鼠一样都是祸爱 死不足惜 仗着后台硬 继续我行我素 才不管死球情绪如何 当官二代目睹电影之后 对杀戮产生了浓厚兴趣 千方百计 想亲自操作一次 日子磕磕绊绊 过去几天 令人惊奇的是 死球光头书 竟然驯服了那只小老鼠 熟练表演 不出马戏团里的动物 这让监狱里氛围轻松不少 只是咖啡一直沉默 保罗不断探求 他是什么人 更想弄清 咖啡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为了表示感激 保罗带来玉米面包 香味让咖啡直咽口水 但还是愿意分给光头书 和他的宠如老鼠 威廉开口腰 咖啡却变了脸 不知为何这么讨厌他 所取无果 威廉满嘴脏话 保罗上前警告 又被吐了一脸口水 即使生气 还是转身离开 接下来威廉更猖狂 狱卒稍微不注意 就被尿一身 受害者早要回馈高牙水枪 短短几分钟 威廉如死狗般被拖出 即使嘴里吐泡 依旧不忘叫嚣 可见他确实无药可救 保罗等人只能将他丢进小黑屋 本以为吃尽苦头 能学乖 没想到 这家伙死性不改 三番五次关键币 任务无济于事 保罗为此 头痛不已 上级这边 也听说了光头叔 驯化老鼠一事 希望他能去表演一番 原来光头叔怀疑自己 大陷精致 这一去 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直到咖啡暗示 没有危险 才踏实走出牢房 表演赢得欢呼掌声 出来却被官二代欺负 官二代是软得欺负硬得怕 威廉突然出手 卡住他的脖子 直接把他吓尿 面对光头叔嘲笑 仇恨更进一步 光头叔的死期也终于来临 这个老鼠是世上唯一牵挂 本来保罗已经安排好小老鼠 可下一秒 却被官二代一脚踩死 光头叔心痛哭喊 叫骂 预警们也愤恨难平 却没人敢对他怎么样 此时咖啡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对着老鼠哈气 随后手中金光闪闪 老鼠奇迹般动了起来 结束后 咖啡又一阵剧烈咳嗽 更多飞虫喷涌而出 空气中消失无踪 小老鼠复生更有活力 奔跑更迅速敏捷 光头叔时而复得洗尖气 保罗和同事人无可忍 侥幸官二代 加上得知老鼠没死 官二代的优越感严重受挫 更狠毒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保罗以为满足官二代 让他执行死刑条件后 他能滚出监狱 因此呢 光头叔的行刑由他全程操作 他并没有将海绵浸尸 电闸启动 光头叔惨叫连连 身体随着焦虎不断冒烟 臭味弥漫 让所有人心生恐惧 咖啡像承受了同样的痛苦 精神呢 也到他崩溃边缘 怒吼出声 同时灯泡爆炸 火光从光头叔体内燃烧 他却依然活着 此时呢 官天闸会让痛苦加倍 官二代不敢再看 背过身去 却被保罗强制指示 当火光透过黑布时 五官扭曲极为凄惨 面对官二代作派 所有人对他痛恨到极点 不再惧怕丢饭碗 对他大打出手 恶魔呢 就应该送他去地狱 可惜的是 他们没有审判资格 此时风波过去不久 监狱长妻子病入膏肓 经常神志不清 像中邪一样 狂飙脏话 不堪入耳 保罗呢 想弄咖啡 或许他的能力 能从死神手里 把监狱长老婆抢回来 所以联合同事 迷运威廉 再将官二代推进禁闭室 接着反省之名 避免一系列麻烦 几人走出监狱之前 威廉呢 突然转醒 死死掐住咖啡胳膊 咖啡似乎看到了 威廉的饿 愤怒排山倒海涌来 导致灯泡呢 有一次爆炸 当威廉再次昏睡 咖啡红着眼眶 嘴唇颤抖 重复一句话 他是坏人 监狱外反省点点 草木清新 咖啡贪婪地呼吸着 手脚没有束缚 是对保罗最大的信任 监狱长事先并不知情 见到咖啡难免慌张 枪口瞄准他的胸口 可咖啡却像被某种力量指引 连保罗的话也不听 静止向监狱长妻子房间走去 咖啡呢 与他嘴对嘴 慢慢抬起 不明物质被吸出 再看女人 肉眼可见的速度 面色红润 哪里还有刚刚的病态 咖啡不停咳嗽 比前两次更剧烈 却没有吐出飞虫 整个身体疲惫不堪 连战力都摇摇晃晃 女人醒来 忘了患病之前的一切 唯独记得咖啡在梦里出现过 两人在黑暗中徘徊 在黑暗中相遇 说完摘下项链送给咖啡 主动送上拥抱 表示感谢 事后几人又将咖啡送回监狱 他的状态很不好 却使劲憋着 不肯吐出飞虫 就当官二代被放出路过时 咖啡一把将其拽到身边 对方张嘴呼救瞬间 飞虫全部进入体内 最后官二代想变了一个人 直愣愣走到威廉牢房前 举枪发射子弹 保罗等人赶紧将其扑倒 这时 飞虫从口中飞出 瞬间消失在空气中 官二代即便恢复神志 面临的谋杀指控 这辈子再难翻身 保罗清楚一切源于咖啡 他质问为什么这样做 咖啡不语握住他的手 曾经血腥片段输送到保罗脑海 原来杀死两个女孩 真正凶手正是威廉 咖啡想救时却为时已晚 但这个真相只能存在保罗心中 因为没有人相信 他能通过神迹看到的事实 没办法帮咖啡沉冤昭雪 这让保罗痛苦不堪 而咖啡终究逃不开死刑 他却并不畏惧死亡 治愈能力让咖啡看到 人世间一切罪恶 对于人类的痛苦感同身受 每一天都活在悲伤里 不想再承受了 对他来说死是一种解脱 死前只想看一场电影 电影院里咖啡如往常那样 容易感动 感动会哭 隔天咖啡被送上电影 感受到女孩父母的恨意 咖啡无辜 却没有辩解 预警清楚咖啡单纯 善良 个个悲痛万分 咖啡发黑 拒绝戴头套 保罗看着那张憨厚的脸 执行二字 怎么也说不出口 走到咖啡面前 像刚见面那样伸出手 含泪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通电 电台开启 咖啡承受巨大痛苦 却不肯发出半点声音 上帝为人们送来天使 人们却让他伤痕累累 回到天堂 此事结束 保罗走进监狱 都是煎熬 无奈申请调离 很多年以后 保罗已经108岁 当年那只老鼠也很老 就依旧坚强活着 或许是咖啡传的神力还在体内 导致寿命延长许多 保罗见证亲人离世 自己也承受了无尽孤独 大概是上天对他的惩罚 因为他亲手杀死了上帝之子 这部电影叫做《绿里奇迹》 这里有个小细节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是咖啡治愈好监狱长夫人以后 他给咖啡一个小吊坠 吊坠上刻的是圣克里斯多福 他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 他是个巨人 曾经他背着上帝过河 上帝化身为一个小孩子 在他的背上 虽然是个小孩 但是非常沉重 他问上帝 你为什么这么重 上帝说 因为我背负了人间的所有苦难 这也是对咖啡作用的诠释 也许只有离开人世间 回到天堂 那他的恐怖才会消失吧